哈喽哈喽来了来了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天 日本时间晚上10点51 北京时间9点51 时间好快呀 这11月份 中旬也过去了 就剩下旬了 然后今年还剩40多天 这一年又过去了 怎么什么都没干呢 太快了太快了 好像这两天都没有出镜 和大家直播见面 这个周末 一直在过周末 这两天 我前些日子不是说这个李帖 开着会的时候被带走了吗 现在又得到了一些信息 就是说他为什么被带走 据说他反正贪污有上意了 估计是出不来 死刑会死刑吗 不是死刑也得无期吧 现在上意 尤其他还不是什么党员干部 你说一个踢足球这样的 我觉得怎么也得杀一刑百 杀鸡给猴看 会给他处罚的很严重吧 就 的确他很多事情 一个是 他曾经效力过三个民营足球队吧 一个是许家印的那个恒大 还有一个幸福华夏 然后是湖北的叫桌尔给这三家 主要他是在桌尔这个问题挺大的 他把这个足球队作为一个经济公司一样 然后谁要想上场 谁想进球队都得交钱 交完钱他拿这个回扣 你这事闹的 然后这个海参广告也是他弄的 对吧 海参广告 弄出广告未来 但是这个足球队并没有收到这个赞助款 好像他和中间人给分了 这笔款也是很大的 据说在八月份就有人写了这个举报材料 三十多页的举报材料 有视频啊 阴声 收付款 这个证据 非常确凿的资料提交上去了 那个时候正要开二十大 那么就二十大以后 由湖北纪委给他带走 事情应该是 不会这么简单就完的 现在这个中国足球队也的确是 太不像话了 我认识有的 我家亲戚有个小孩 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踢足球 到父母也是给花了不少钱 但是越上越走 觉得这个不挣之风啊太多了 就是要不停的送钱 参加什么集训啊 那个小朋友参加这个夏令营 足球夏令营 然后如果再往上走 上什么青年队啊 什么市队省队 那都是钱 所以那个我那家亲戚时 到中学的时候就停止了 就就这个踢足球 这行是走不通的 然后前两天不是有一个笑话吗 这个甘肃一个县级队 竟然打败了这个国安队啊 京川文汇队 打败这个国安队真是太丢脸了啊 这个据说这个京川文汇队是一个县级的 还排第三 然后他年人的工资也就是三千五千吧 但是也是和大家传闻的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虽然是这个业余球队 但是呢实际上是广西北海职业队 就所谓的借壳上赤吧 他们只是京川县的一支雇中军 也就是说 然后球员呢 绝大部分还是有职业联赛参赛记录和职业清训背景 但是这个国安输的也并不光彩 输球主要原因是彻头彻尾的轻敌 这个国安中几名非核心老将 一帮年轻人的阵容 相互之间非常陌生 这样的话也就打输了 不管怎么样对方是一个业余球队 然后国安呢竟然输了 真是这个奇耻大辱啊 这个简直也是让球迷能笑一年的一个笑话 所以这个中国足球再不整治的话 觉得真的是引起民愤了 这么多人口 虽说什么亚洲人体能 超不过这个黑人 就是说其他欧美国家什么的 但是毕竟是14亿人口了 怎么就出不了一个足球队 怎么应该比日本的球队 韩国球队要强吧 对吧 然后就详细说说这个李铁 背后他这个800万的年薪 是怎么贪污了上亿的足球生意 他虽然在2021年退出了国足 但是他自己获取商业价值之余呢 也为这个国足足球拉单子 就是有这个太有商业头脑了 这个简直就成了一个国足的这个 经济贸易这个经纪人了 他们李铁在参加职业级教练培训 线下会议时 你看线下会议 突然就被相关部门带走 这很难看的 在给他带走之前 他正给杨成 范志毅 高昭 龚雷等 国足大佬讲课 而且在带走前一天 还被迷雇体育关系 虽然加入了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解说天团 你说这卡塔尔世界杯开始了 他就进去了 然后这个体育嗨翻天主持人李平康说 如果他世界杯之前还不回来呢 他这些事也就算公开了 他在2020年上任国家队组 教练之后因为自己懂王言论和商业鬼才 就是大家眼号的 一直是很引起争议的 这样被有关部门带走 也算是求垂得垂吧 这个李铁1977年出生于辽宁沈阳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母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机械工程师 小时候由于身体瘦弱 营养不良 发色还偏黄 我今天这发色也偏黄 我这是灯光 哪位粉丝赞助一下啊 这个更好的电脑什么的 让我用上更好的这个直播软件啊 咱们这个频道现在各方面财力不够啊 然后16岁他就加入了建立宝青年队软赴足球王国巴西留学 我觉得他家有点办法 一般的话也不会这么顺利 在巴西留学了五年 回国以后加入了辽宁队 这一支队伍获得了甲壁联赛亚洲级足协杯亚军 1999年李铁入选国奥队参加悉尼奥运会足球外围赛 在同一年他为辽宁队夺得超霸杯冠军及甲A联赛亚军 但李铁的足球生涯并非一帆风水 在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的第六轮 国足在大连主场迎战卡特尔 当时20岁的李铁被盘入了首发名单 上场后由于李铁数次低级失误 全场数万球迷补尽送上薛生还直呼换李铁 声音大到连转播中都能听见太丢人了 这个换李铁也成了国足名梗 这个李铁一生有两次被人叫换李铁 当然这也是他高光之前的一点小插曲了 在2001年作为辽族核心之一的李铁 14岁就包揽中国足球先生与贾A最佳球员 2002年进入了韩日世界杯的大名单 再后来他就去了英超 在2003年赛季他踢的位置是主力后腰 可见他的实力 在2012年之后呢 他就接受了时任广州恒大新任主教练李皮的邀请 以助理教练的身份加盟了广州恒大 正式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 三年后他又去了另一支中甲豪门球队河北华夏幸福 担任助理教练 不过呢 这两份教练的工作时间都不太长 恒大三年 华夏幸福是两年 这个华大幸福也是一家地产商队 在2017年呢 他又加入武汉桌尔足球俱乐部 担任总经理体育组监和总教练 好家伙 这个全都是给他呀 那么这个他就别教练了 天天就挣钱吧 你想总经理 这个卓尔他也是一个地产公司 仅仅一年 他就把这支中甲保极球队带进了中超 这是时隔五年的重返 也让业界看到了他的能力和价值 因此呢 在2019年带着此前 执教练的成绩和中国足球就要中国人来带 只有我们才最了解自己的懂王言论 他就获得了专家组的全票通过 成了新任国足主帅的不二人选 反正他也是挺会炒作的各种 然后2020年他上任这个国足呢 就带领国足在世界杯亚洲选选赛40强赛 对阵关岛菲律宾马尔代夫叙利亚四场全胜 获得晋升12强赛的资格 也因为如此 他五个月的短期合同被续约了五年 所以他还挺有点实力 但随着来的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 国足的成绩又恢复了常态 就是说单引号的常态 六战一胜二平三负 只剩下理论上出现的可能 然后呢 这个对李铁的争议又一次浮出水面 2021年10月16日 一比一战平澳大利亚之后 这个李铁又开了一场半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就是他个人的吐槽大会 然后大到苦水 不像一位专业的足球这种教练 然后他就在这个会上说 我想告诉大家对中国足球 包括国家队 包括中超踢球的球员 我可以自信的讲 没人比我更了解 我是最了解他们的 这话有点像川普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 所以他也是中国足球界总王 球员太不容易了 他们经历了中国足球 最艰难的时候 包括我也没经历过这么长时间 封闭隔离 见不到家人 然后结束隔离又是这么密集的联赛 换成老外球员和教练 他们会封 有人说主场和没主场差不多 这种人脑子有问题 在我这里说 有主场和没主场 根本不一样 在苏州梯 我们很可能带着六分回家 我不想在这里点评 任何一个球员 但我想说 各位我在足球上花的时间 比任何人都多 这人也真是够狂的 所以你说 不把他带走 带走谁呢 然后他又发了一个微博 这微博呢 好像是复盘 但九宫阁里 他作为这个建立宝 什么李宁 什么创始人杜伯特 幼儿足球教育 什么代言的雨林 古树茶都露脸 然后简直就是说带货呀 他发了一个微博 没说几句话 然后九宫阁的照片 全都是他代言的那些产品 哎呀 这吃相太难看了 然后由于他是李宁 终生代言人的原因 作为国族赞助商的耐克 在李铁的照片 图片中呢 还被刻意裁掉了 这一切发生在比赛后 不到24小时 李铁和国族尚且征战在外 不到一个月 李铁之前的黑料 就被挖了个底朝天 他本人也因为巨大的争议 从国族主帅的位置被换下 简单复盘 球迷高呼换李铁的情况 一共发生了两次 一次是1997年的世界杯 选赛 一次是2021年的国族主帅 但这次换之后呢 李铁靠之前明气 传下的商业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他有800万年薪还不满足 还要做3000万年薪的兼职 这个要理清这事情经过呢 还要从他2020年这个国族主教练任期讲起 2020年2月26日 李铁发了一条微博 宣布自己辞去所有武汉桌尔俱乐部的职务 专精做好国家队主教练的工作 但令人疑惑的是他已经在国族轴马上任一个月了 在这个节点发辞任微博有刻意为之的嫌疑 根据足球报报道 在这条微博发布几个小时之前 有媒体爆料他将去武汉桌尔队 在西班牙的集训地点处理公务 还要去关注在西班牙人俱乐部效力的前锋无垒 李铁这条微博很显然对这份爆料的回应 但这份微博发布的时间点 他身上还有桌尔俱乐部总经理 俱乐部体育总监的职位 在国族轴马上任之后 如果单看李铁的形成 显然这两份兼职还没有完全结束 因此李铁的那条微博的真实性 有待商榷 李铁放不下两份兼职的原因 其实也不难理解 据足球报的调查 2018年和2019年代武汉队执教期间 李铁个人年薪是1200万人民币 在2020年转为幕后操盘后 他的年薪只达3000万人民币 这显然与中国足协不允许国字号教练 在足俱乐部对兼职的规定相冲突 也就是说他在国族拿着800万的年薪 还坚持着这个卓尔俱乐部 坚持拿着3000万 哎呀这个吃相太难看了 然后与李铁有关联的企业 一共9家 比如业内疯传的日本 科曼德体育知识会社 还不算在内 李铁就是通过这家公司 一手掌握武汉卓尔队球员的签约 转会的生杀大权 掌握这个生杀大权的一个好处是 李铁通过这家公司 仍然掌握着卓尔俱乐部 很多这个食物的话语权 那另一个侧面是呢 球员要想签约 转会也必然少不了这家公司的好处 而李铁显然是其中的受益人之一 你说这个简直太黑暗了 这个扫黑除恶 怎么没扫到他呢 真是 有短暂入选李铁国家队的球员 被要求签约这家经历公司 拒绝签约的球员 接下来没能再入选国族 惹得这位国脚所带队的新闻官 到处跟记者抱怨 有国脚转会中超豪门 该经纪公司以李铁帮忙牵线 向球员要钱 被拒绝后此国脚也在国族消失 有些这不黑社会吗 你说有些球员入选国族后 一直被该公司争取签约 但争取不到的就无法取得出场机会 随后就被抛弃 很显然球场失利后的激情吐槽 晒后 精卷带货以主教练身份为经纪公司 置换利益等众多传闻 都成了24年 之后第二次换李铁的稻草 最终压死这匹商业潜力无限的骆驼 李铁的每一个生意都与足球有关 离任国主主帅之后 在李铁45岁升了这天 李铁足球俱乐部的官方微博 发了一组李铁率队 在沈阳的李铁八号足球公园 跑步操练的照片 在同一地点 经常有网友发现他教小朋友踢足球 从照片来看 他的气色不错 一个月后的6月20日 他出现在四川绵阳市三台县 参加了三台县幼儿足球活动 十天后 他到了安徽五谷 同样是幼儿足球运动 各种迹象都表明 在淡初职业足球赛场后 李铁要把工作重心放在足球轻信上 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 也是挣钱的 到目前为止 李铁名下 关联公司9家业务覆盖 足球培训 球员经济与场馆运营等 足球产业的各个环节 而存续或在业的6家中李铁均是股东 其中辽宁李铁体育文化 现公司又李铁持股63% 这个辽阳离 沈阳李铁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择留李铁和辽宁李铁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持股 很乱啊 然后在中国这个工商查询软件上 你查这个李铁的商业版图 多数也和他自己的清训产业相关 比如名字里带士伯特的两家主体 是李铁在广州恒大当教练时创办的 他这简直 这就是集团老总啊 然后呢 士伯特开创了幼儿足球教育的先河 填补了国内幼儿足球行业的空白 李铁是士伯特 李铁幼儿足球教育的创始人 在士伯特官网随时可见李铁本人的照片 哎呀 中国的家长给小孩花钱 那是不惜于力的 就这种 哎呦 教小孩画画踢球 这都非常非常赚钱 然后李铁足球已经覆盖全国15个省67个城市 累计覆盖幼儿园1028所 哎呦这多少钱呢 足球学员超10万名 天呐 10万名 这一家交100块钱 这有多少钱 而且这100块钱不可能了 1000至少 1万的话 那100万 再比如这个李铁极为重视的辽宁李铁8号足球公园 对这个足球公园 这个也跟地产 这个也是给他抓走一个特别大的事 这个是开发商是沈阳孔雀城 他在2016年成为了华夏幸福中超足球俱乐部的战略合作伙伴 正好在李铁的任期之内 所以呢 作为孔雀城战略合作对象的这个教练员 李铁成了英 沈阳英国官 工的守卫业主 同时还是李铁足球公园的开发商 哎呦这个 就是说问题就很大了 这个 你看他这个李铁8号足 俱乐公园合作品牌中 从了沈阳孔雀城 终身代言品牌李铭建立宝 和李铁的关系也被就说挖出来了 光是一份李铭的这个终身代言合同 就能给他带来上亿的收益 那他这个各种啊 贪污腐败啊 这简直就不止一个亿了 这世纪 几亿上十几亿吧 1993年16岁的李铁前往巴西留学的时候 他所在的清信队 由于建立宝的赞助得名建立宝青年队 当时李铁还是这支足球队的队长 2012年10月12日 中国建立宝青年队教练朱广乎 还曾带领李铁 李伟峰一众子弟回到广东山水 纪念足球成立20周年 与建立宝公司共同举办的一场 感恩回家的主题活动 在成为国足主帅之后的2020年 李铁再次探亲 前往建立宝总部 而之前提到的足球公园 同样也是建立宝少年足球的 北方训练基地 除了喝建立宝 李铁另外一大爱好是忍茶 在40岁生日那天 同样还是在李铁足球公园 李铁在足球公园的开园庆典这天 签字成为了羽林古树茶的代言人 有网友查过这款茶叶的价格 一包李铁限定版茶叶 就要卖到670元一包啊 天哪 这款茶叶在李铁微博中 露出同样不少 比如在2021年8月22日 媒体座谈会上 即将带队前往海外征战 12强赛的李铁提及 我包里已经备好了三个月的茶叶 他这个茶叶就是指的羽林古树茶 在那次赛后 商业鬼才是带货中 这款茶叶同样得到了露出 在李铁被换下足球主教练之后 士不特足球培训的收费 因此下调 李铁的终身合约也不再作数 宇林古树茶的电商平台上 已经找不着铁饼的茶的踪迹 这款叫铁饼 而被带走之后呢 李铁本就大受打击的商业版图 更会缩小了 这个都是就说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个人就是不能太狂 这个早晚会有这个反噬 都是要还出来的 他在这个退出这个国足之后呢 也并不自私 还也给足球队拉单子 比如说今年卡塔尔世界杯预算赛 输给越南之后 留出一段采访显示 包括队长无锡在内的国足球员 在训练期间天天吃海参 与兼职卖海鲜的越南球员 形成鲜品特别 人家越南球员啊 这个除了踢球 还要卖海鲜才能养家糊口 这个中国足球 踢不了球吃海参 所以那时候都调侃了 那时候董璐不是也给他们打这个海参 海参广告吗 所以那个天津快宝那俩 红清平 那两个红和绿 就调侃他们卖海参 所以呢 这个 他这个事并不是这么简单 估计他这个被抓 这个武汉纪委也上报到了中纪委 我觉得没有死刑也得无期吧 他这个肯定 你想在足球界 这应该是第一次抓着这一个大路 因为体育界这个不正之风也很多呀 既然官场能抓这么多 体育界文体界 我觉得像那个电影界文体界 他们都是跑了 张国立啊 什么冯小刚啊 他们要不跑也得被清算 就是这样 好的 关于这个李铁 贪污上议员被带走 这个事情的详细报道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评论点赞并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称� 是个组合音的 感谢观看